以幻儿,赵儿和诚儿已随玲玲学了大半年的针灸之术。 这日里,路易夏只先回到陆府,两人乘了马车一起去医馆接赵儿和诚儿。 咦,我来了,袁金夏下了车,摇了一群蹦跳着,欢快地大声喊了一句。 陆夫人只要出了府门,便像一只活泼的小燕子。 路易心中明白,她的夫人非寻常女子,可为了她,她甘愿守在府中,相夫教子。 这份情意,路易恐怕是一辈子已还不清的,但是夫妻之间自然要相互扶持。 她有时候又觉得用还这个字眼对金夏是不公平的。 她的金夏一直是明媚的,善解人意的姑娘,单单从她的脸上和身材, 竟丝毫看不出她已是三个孩儿的娘亲。 路易叮嘱车夫几句,店随后进了医馆,林林已送走了最后一批病人。 这个时辰照例歇息了,听见袁金夏的声音,便回声称怪道,都三十岁的人了, 还如此不稳重,嘴上撑着,手却伸向袁金夏,一把拉住,顺势将手搭在了袁金夏脉搏上。 袁金夏顿时收敛了笑意,沉稳下来,片刻,林林笑着握住袁金夏的手。 夏儿,这些年休养得甚好,如今已总算是放心了,我就说吗? 我有一只卫衣先护着,自然是安然无恙,说罢回头冲着刚进来的路易俏皮地笑着。 盖叔见路易也来了,在林林身后一个劲使着眼色。 路易低头笑了下,盖叔的酒瘾又犯了,平日里林林管得严,盖叔若起了心思,准准去陆府寻他,还得找上各种借口,偏偏每次都露出马脚。 大人,您在笑什么?盖叔在林林身后,圆金夏并没瞧见盖叔的小动作。 未等路易回应,林林便说道,还不是有人故意引的,说罢瞪了一眼盖叔,盖叔抽了一下,尴尬地笑道, 林林儿,你明明没看着我,怎的却知道了,我呀,是听到有人的九重蹦出来了。 林儿,那你看,今日,那个,肯否,盖叔搓着手,语气和神态竟像一个小孩子一般。 圆金夏打趣道,我到今日方才晓得,盖叔原来这般听疑的话,亲,丫头,别胡说,你哪是今日才晓得。 盖叔压低声音,冲着圆金夏几眉弄眼,你明明竟帮着你欺负我,坏丫头,还不赶紧帮盖叔说句好话。 哼,你叫我坏丫头,还求我帮忙,天底下哪来这等好事?哼,你这个坏丫头,是越来越没个样子了,你可小心这些,我让我乖孙用家法治你。 圆金夏走到路易身边,宛着路易胳膊道,盖叔,我们家大人我还是了解的,岂是乱用家法之人,你等着,有人收拾得了你。 盖叔假意生气,口中大声唤道,招儿,诚啊,出来,出来。 招儿和诚儿从里肩走出来,见爹和娘来了,脸上挂着笑意。 爹爹,娘亲,又转向玲玲道,一外婆师傅,我们今日的功课做好了,请您检查。 说着双双递上了手中的橡皮偶人,偶人全身的穴位上插满了银针。 圆金夏回头看向路易,两人相视一笑,招儿和诚儿平日里淘气得很,在医馆却表现得绅士乖巧,似乎都变了一个人似的。 林林接过来仔细看过后,笑道,招儿,诚啊,明日起你们便不用再来医馆了。 一外婆师傅,是我们做错什么了吗? 招儿,诚啊,这下真的幅度,速度,角度,力度,你们掌握得不错。 回府后,要请家练习。 半月后我要对你们进行一个考核,可有信心,两个娃娃将后背挺得直直的。 其声答道,哟,刚下里,备了韭菜,路易陪着盖叔畅饮,林林和圆金夏在一处说话。 招儿和诚儿爬到圆金夏怀里蹭着,娘,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可好。 好,莫要走远,就在门口玩一会儿可好,两个娃娃硬着跑出去了。 林林笑道,难为招儿和诚儿了,小小年纪,就要添此负担,若不是真心喜爱,恐怕坚持不了这么久。 咦,宁可莫夸他们。 瞧,这不是淘气静儿又上来了,我凭日理观察,除了在意这里学医术之外,他们可没有这么稳当。 线夏又跟着大人和层服学了些功夫,日日里以欺负静儿为乐,偏偏静儿就乐在其中,就爱跟在两个哥哥屁股后面玩耍。 多亏还有个月儿,到底是姑娘嫁稳重,我们还能有个喘息的时候,就连鱼儿那么好的性子也被这三个小导弹折腾够呛。 林林笑道,谁让你一生就生了三个男娃,线夏里羡慕鱼儿了。 咦,您看招儿,诚儿和静儿,那五光跟大人一模一样,我美美瞧着,却也欣慰得很。 林林轻轻哼了一声,你呀,就是被路易迷住了。 林林说着笑了起来,圆金夏傲娇地晃了晃脑袋,也跟着哈哈笑起来。 两人说了半天的话,圆金夏便从门口大声唤道,招儿,诚儿,无人应,圆金夏站起身。 咦,我去看看,林林也站了起来跟在身后,两人在门外寻了半天,莫说是招儿和成儿,就连路府的马车也不见了。 圆金夏站定身形,仔细观察了一下,前车折印有些散乱,显然是左右扭了几个回合,然后才向前行驶离开。 两个娃娃的脚印也清晰得很,都在门附近三米处,车辆面向一管一侧有一行足印,看形状应是一个男子,身高六尺左右,足印较宽,此人应是微旁身材。 车辆另一侧有一行足印,与此不同,显然有两个生人接近过车辆。 圆金夏站起身,再向四周观察,没有车夫,车夫在路府干了几年,定是信得过的,估计是被打晕了扔在车里带走了。 灵灵见此情形,反身进屋换了陆毅和盖书出来。 大人莫及,圆金夏将自己的判断说了一遍,又对灵灵说道, 仪,您放心,招儿和成儿不会有事的。 盖书,您保护仪,我和大人去寻招儿和成儿。 陆毅和圆金夏顺着车折印一路追踪,马车出了城北,出城门约莫无礼地, 陆毅和圆金夏便发现了陆府的马车,正停在路中间, 招儿和成合正站在路上望向城门方向说着什么。 两人急忙奔上前,患者,招儿,成儿,圆金夏听得一身冷汗, 忙问道,那现下又是怎么回事,娘亲莫及,听我们慢慢道来, 我仔细听着外面的声音,知道车辆定是出了城门, 我们再不自就恐怕就要迟了。 我瞟了城儿一眼,我便明白了招儿的意思, 我对那歹人说,伯伯,我不知道您要带我们去哪里, 可是您定是知道我们俩是医管林大夫的徒弟, 我们从小便跟随师父学习医术,虽说只学了皮毛, 可是京城邻家医管林一线的大明明想必清楚, 他的徒弟怎能是等闲之辈? 那歹人便问我们,那又怎样? 如今你们在老子手里,老子便骂了你们,定能换来大把的银钱。 哈哈哈哈,可是伯伯,如果您的命都没了,银子再多又怎样? 小小娃娃,竟敢出眼恐吓老子。 伯伯,您把刀放下吧,举着是不是很累? 您瞧我们俩小小年纪,根本也打不过您, 更跑不掉,那打人想了想,说,等,你们说得有理, 料你们也跑不了,说着便收了刀子。 伯伯,我们没有骗您,您真的命数不长了, 许是还能活一个月? 胡说,老子能吃能喝,他还啪啪拍着胸脯, 冲我们直瞪眼。 伯伯,师父说,若一个人舌上台后且白, 说话浊气又重,且眼中伴有血丝,那便是五脏发出的信号, 表面上看不出,实际上已坏了内力。 伯伯可曾听说过病入膏肓的故事,不如我给您讲一讲吧, 我便讲给他进警工的故事。